其實都一定會遇到這個迴圈部分 迴圈裡面當然包含幾個 比如說4迴圈 while迴圈 do while迴圈 在Java裡面有啦 其實在VB裡面也有 C Sharp裡面也有 C語言裡面也有 反正這些東西都差不多的東西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好瞭解它 然後將來在 比如說我要跑一些重複性的動作的話 尤其這個是算是電腦的專長 人腦不行 人腦要做重複性的事情 可能兩三下就開始疲倦 而且很容易出錯 但是電腦不會 電腦的專長就是在處理 大量重複性的動作 所以你只要下對指令 讓它迴圈跑 它就幫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解決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可以善加利用 那裡面當然會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 4迴圈部分尤其重要 因為其實在 4迴圈、while迴圈 其實我用的最多的 我覺得還是4迴圈 因為其實4迴圈 跟while迴圈 跟都外迴圈 都可以互通的 其實寫來寫去 都可以相通的 那只是說 你迴圈的條件 跟迴圈的 它有幾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4迴圈的結構 4迴圈呢 基本上就是4開頭 後面加一個小刮鬍 那小刮鬍裡面呢 一定會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其實 就是其實4 其實4就是說 你的一個變數裡面的 初始值為多少 一般就是 i等於0 i等於1 它們都是用i 反正那個語言 都會有 有個i 那再來的話 條件 所謂條件 就是說 什麼條件下 會進入這個迴圈 會進入迴圈 如果這個條件 為true 就進入迴圈 如果這個條件 為force的話 那就怎麼樣 就跳離迴圈 所以這個地方 條件是 有點像是那個 剛剛if的味道 if後面不是有刮鬍 可是if裡面 沒有起始式 也沒有不進式 它只有條件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一個條件 比如說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 簡單的練習就是 如果要計算 1加到99 1加到99的話 那這條件的話 我們有個i好了 那它的條件 i怎麼樣 當i小於100的時候 有沒有 那它為true 12345 一直往下 那後面的話 不進就是說 你中間 i相差的值 為多少 那我們通常會用 i加加 i加加的話 i等於i加1 就加1 那i加2 那就是 每2兩個 對不對 那就是看 或者i乘2 或者是 你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顛倒 比如說 越來越多 就加加 越來越少 減減的 也可以啊 它會越來越少 所以相反的迴圈 反過來迴圈也是可以 反向迴圈也是沒有問題 所以就看你怎麼 當然 通常我們在鑽写程度通常是 多的 往上的多啦 往下的其實比較少 可是還是會遇到啊 所以有些程式怎麼寫就看客人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倒過來 很多人腦筋就轉不過來 其實就減減兩下就好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也說減減的話在起始詞變成說 我們如果要 起始詞變成99了 然後呢 一直減到條件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就會想越來越少 怎麼去減 那怎麼樣進入回圈 怎麼樣把結果秀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各位要思考 最後這個區塊就敘述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 把1加到99 程式就很多寫法 加加也可以 減減也可以 所以你等一下也可以思考減減 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會需要把最後的結果 佔存在某一個 變數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宣告一個變數 比如說sum sum這個變數的話 就是可以暫時存放我們加總 或者叫total也可以 然後呢可以把暫時存放 在這個變數裡面 那最後呢就是底下會有輸出 輸出的話 那我們可以輸出到console 就是system.out println把最後的這一個 給寫出去 所以這邊的話大概了解 那其實是 條件是不僅是這邊 大概有一些說明 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用實際的 例子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們今天 那他的 這個是 如果連續印出1到9的話 類似 這個 他的邏輯是 開始 然後他的初始詞 進來之後 如果這個條件 為total的話 就繼續 total就繼續印出 然後呢 不進 就是加加 對不對 加1之後的話 再回來 對不對 回來之後再判斷 判斷為total的話繼續印 所以如果1 到9的平方 如果印出來的話 你可以這樣跑跑跑跑 跑到第10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條件已經false 一個sum 然後 預設值都是0 接下來的話 跑這個回圈 4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i 初始值 等於1 然後初始值一定要給他 然後i 如果是小於 等於100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就是 這個1加到100 然後i加加 就是加 然後 後面的部分的話 當他進入到 這個裡面的時候 第一是sum等於0 所以 當i等於1的話 那就加等於 這個有沒有 剛剛我們才講過 這個sum sum加等於i 其實就等於什麼 sum等於 sum加i的意思 所以 各位可以再回頭看一下 這個是 精簡的寫法 在jama常常這樣講 加等於i 當然你也可以寫成sum 等於sum加i 也是可以 然後就是跑 1 1進來 那2 因為加加 2 那有小 345 一直到100 100的時候 這邊有個等號 小於 等於 100 所以100還是會跑 跑進來之後加完之後 101 超過了 超過怎麼樣 這個條件就 為 Force 對不對 Force之後就不會進去了 就跳離了 所以最後就跑這一行 把最後結果 計算總和 等於什麼 就是這個 結果 然後這邊多一個換行 等於如果你要多一個換行 其實這個這個沒有加換行應該也是ok啦 因為 反正就只是輸出而已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輸出到console 如果你要跳出 show什麼 剛剛那個嘛 就跳出一個match bar 你就show match dialog 也可以啦 這個部分 只是show一個結果 那我們最後的程式 這邊我大概 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類似像這邊有個sum 我這邊有寫了一個sum ok 然後這個地方我是99 99 100其實都ok 然後把最後結果 秀出來 這邊的話 1加到99 等於 4950 如果要100的話 其實就 這邊再多一個等號就可以 然後這邊把它改為100 然後直接執行一下 ok 5050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 我要 增加 比如說 可能可以增加一個 1加到多少 那個數字100 這個值 如果說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 改成一個 讓user自己填的 比如說我要1加200 那你這邊 就跳出一個input dialog 對不對 然後他輸200 你就把這個200的值 丟到這邊來 他就會幫你1加200 然後最後再把它秀出來 這個可以做一個互動 否則的話你會發現你這個地方 這個值如果是10的 就只能100 永遠都100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互動 ok 再來等一下就思考一下說 如果我今天要 奇數 不是偶數 如果你要奇數或偶數 就是說我今天並不是 都加 我只要奇數或偶數的話 那其實方法有很多 比如說你可以配合像什麼 break 或者continue 或者前面我們有講過一個mode 求魚數 如果魚數如果 可以被二整除的話 那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偶數嘛 對不對 那如果 不能被二整除的話 那一定是 奇數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 那剛剛程式寫法太多了 只是說如何 把這個結果秀出來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練習一下 這個sum 然後順便了解一下這個 4 迴圈的使用方式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再來 謝謝 谢谢观看